关于这个神奇的湖上四合院 很多年前我在苏州曾经莫名前往看过 它也并不是按照天龙八部燕子屋仿造的 堕落于苏州十户公园 该景区公园是免门票的 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公园里面其实很普通 唯独这个湖上的四合院建筑别具一格 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万历年间 它是知名田园市人范大城的一处水中阁楼 明代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到了清朝嘉庆年间 在原有的基础上又重建了 因为某种原因被破坏消失了 到了1993年 苏州园令管理局投资200万 参照盛世资深图 和江南明圣图 在原有的基础上又重建起来了 在历史尘埃中也是几经曲折 所以从视频里就能看得出建筑的新旧程度 主建筑外观是仿得天坛起年殿 从岸边拍摄和空中拍摄的画面 是有天壤之别的 自从这个四合院屹立在湖面上之后 也从未听说它被淹过 古人曾经把它屹立在湖面上 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更离奇的是 四合院的中间还有一口水井 深度聚船达到16米 航拍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水井 在电脑上才发现是一口水井 查阅过相关水井资料 还是一口古井 专家给出的答案是用来净化水池的 用来养鱼和水生动物 以现在的建筑技术在湖面上挖一个井 是办得到的 但是在古代它们是如何办到的 这也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不仅将中国的古建筑之美 展现的淋漓尽致 也将江南水乡勾画得非常有艺术感 随着短视频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博主也注意到这个地方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样的建筑 肯定很有名气 它其实在图片发达的年代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很多前往苏州旅游的人 他们很多都去了知名的景区 这种免费的景区却被忽略了 也许多了 这种免费的景区却被忽略了 这种免费的景区却被忽略了